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题这个算顺时速率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在反射呢 有看过类似的问题 那第一小题当然有它的难度在 这个部分我想联考是不会考 但是学校断考有时候还是会考这种问题 那所以还是算一题呢 让大家参考一下 他说呢一个物体位在突透镜前30公分 那刚好在突透镜后60公分产生了实效 如果物体呢以每秒5公分的速率呢 这个远离透镜 第一个问你像的顺时速率多少 第二个像在两秒内 它的平均速率呢到底是多少 来第一个如果物体在30公分 乘像在60公分 那你告诉我它的放大率是几倍 放大率其实是两倍 那放大率两倍 你又是实相 那铁定一定是物体1.5倍焦距 乘像在三倍焦距 所以这是1.5倍焦距 这是三倍焦距 所以焦距多少 焦距其实是20公分 这个部分我们倒是可以怎样 倒是可以简单心算一下 因为这是成像的特殊点 所以物体原来在哪里 各位物体原来在30公分 那成像在哪里 成像在60公分 那第一题如果你要算顺时速率 第一题如果要算像的顺时速率 这个比较麻烦 那这个部分我想在反射的部分 我有推给大家看过 所以呢忘记的话 回去你先看一下这个反射的这个带子 里面呢我们有介绍这个顺时速率的推法 那推出来的结果叫做VP除以VQ 等于负的P平方除以Q平方 那个时候我有介绍大家一个东西叫 邱博文乱算原理 那其实你去记他的结果的话 物理量呢我们可以怎么样 公式我们可以分作四类 要么就正比 要么就反比 要么就平方正比 要么就平方反比 那这个是属于平方正比这一类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记 他的速率跟他的物据跟项率呢 有什么关系 叫做平方正比 现在物体题目告诉我们说 顺时速率多少 顺时速率是5啊 每秒5公分远离啊 好你告诉我 你这个30公分 成像在60公分 放大率是2倍 那这个项的速率呢 这个项的速率呢很简单 2倍吗 不对 它是平方正比 所以4倍 所以5乘上2的平方 乘以4倍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20 OK 瞬间解完 好那这个部分 我就不再细说 好那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你必须要回去看 我们在反射里面 这个推导的 好这个公式的游览 好这第一个 那我刚讲 你利用这个平方正比 我们可以很快的 把它算出来 好所以小技巧 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二小题问你说 项在两秒内 它的平均速率 到底是多少 好那我怎么说 要算两秒内的平均速率呢 各位 平均速率就要照定义做 因为现在物体 每秒5公分 两秒走10公分 所以它等于从30公分 移动到40公分 40公分相当于是两倍焦距 那项就会从 这个60公分 移动到40公分 因为刚好也是两倍焦距 在两秒内 从60走到40 走了20公分 所以按照这个速率的定义 好用距离除以时间 所以它在两秒内走20公分 所以平均速率就是多少 平均速率就是 每秒10公分 那如果以联考的 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第一题必须要用到怎么样 用到这个特殊 为分的这个结果 好 所以这个部分不会考 但是以联考的观点来看 如果要算顺时速率的话 这种题目就有可能会考 好 所以第一题呢 忘记了 回去在反射里面呢 这个快速复习一下 那第二题 我希望等一下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自己会做 好 尝试看看